小明介绍一下你大姐夫的智商 啊那个 大姐夫心眼多听他的 什么心眼 智商高心眼 来来来你穿哪样 来来来来 赶紧赶紧赶紧给你大姐穿上 快啊别啊 妈妈 妈 你看那个 二米啊 和大米他们又去买衣服了 你看买这衣服 哎呀我说你这俩丫头啊 呆子没事怎么老往家买衣服呢 三天一件两天一件 买那些有用吗 是妈 那个他们还想着我呢 给我也买了一件衣服 你看这给我买的 还有这个呢 给我买给我买的 还有这个 但是妈你放心啊 就这件衣服还有这个呢 都没花钱 人家这个是买衣送衣 这是白送的 哎呀白给的 白给的 那可怪好嘞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妈 这个我穿的确实 我觉得不合适 哎呀你就穿上试试 万一它好看呢 哎呀 那好好看呢 哎呀 让妈看看好看不 行吗 给白花 哎呀挺好的 行吗 挺好 你看看 你看看 快看看快看看快看看 快快看 看家这是 你俩啥玩意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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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看啊 啥子现在寄毛线都成精了哦 什么成精不成精 你俩干啥呀 我我们拿这买的衣服 美不 你这是美 都美出迪顿套了 这个你俩要是乐意美 就在屋里嘚嘚嘚嘚嘚就行了 千万别除这个门哦 为啥啊 让你去看一眼 你爸这老脸还打算再用几年呢 哈哈哈哈 我听明白 爸 我明白了 就是爸说呀 这衣服是不好看 哦 是吧 那个 但是这衣服咱也没法退了 因为人家是买衣送衣 对吧 哎呀 你这衣服就买完了 花了钱了也退不了 你这咋整 啊 咋整 就是退不了了咋整 这扔了呗 扔了 好扔了吧 拿回来 我这俩败家孩子 你们不穿 我穿 等会儿 这里边好像有事 小米今儿你过来了 啊 什么情况 没情况 说实话 那个我大姐二姐 给我妈买两件衣服 然后呢 然后怕你妈不穿 你们就演个戏 然后让你妈把衣服穿上 是这么回事不 哦 这毒于谁哭啊 孩子们 你们给你妈买衣服 这是对你妈的孝敬 想法是对的 但你们能不能有点计划呀 没了 你们三天两头就给你妈买衣服 今天买明天买后天还买 弄了你妈那么多衣服她穿不了 你知道她都弄哪去了吗 扔了呗 她能舍得扔吗 扔舍不得 放在柜里她又不甘心 看见没 她都穿我身上了 你让待会儿看见呢 看看 她舍不得穿 就往我身上套 这是一回穿一件 一天换三遍 渐渐都有花 花上还有亮片 不管什么天出去啊 我都把自己捂的留言呢 就有一回就这一个扣没扣 叫邻居发现了 你知道你爸现在在小区里的外号叫啥不 叫啥呀 老花头 哎呀孩子们呐 其实啊咱现在生活富裕了 兜里是有钱了 但是啊也不能浪费是不 你们给爸爸妈妈花钱 我们高兴 但是买点有用的东西啊 你比如说上个月二米粒 给我买了一大盒子保健品 那才叫好东西呢 是是是 哎老头子啊 可是有一个事我一直纠结 啥事啊 你看吧 那个保健品 从我看不见就起黑瓶 从我看不见就起黑瓶 不是起黑了吗 她不多喝 喝一小口就放在那里 哎呀 你问我呀 怕这些东西着急了白瞎 我就得打扫呀 谁干的 哪个臭不要干的 我干的 妈 我知道那是好东西 我想让您多喝 我怕您舍不得 所以我每次啊 我就趁您不备的时候 我就打开一点 完了我就弄那么一小口 放在这 完了您过来一看呢 怕浪费 您就喝了 我是想让您多喝点 对您身体有好处 哎呀我的好姑娘啊 你说我这心里头 一直寻你爸干的事呢 哎呀 主任啊 哎你孝敬妈呀 妈心里灵了 嗯 可是你悠着点行不 你这一天就起五瓶了 哎呀妈这肚子也受不了 没事 那保健品是吧 多喝点不要紧 不是 赵刚子 啊 你知道那是啥呀 你就一天五瓶五瓶的 中老年保健品呢 那是给中老年妇女 增加磁激素的 增加什么的 增加什么的 你咋 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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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素 增加瓷激素的 增加 啊 你是个男人 你咋啥都敢下嘴你 半年啊 我这一天喝五口 连着喝了一个多月 就量挺大呀 啊 我最近你 你没发现啥变化吧 哎 我发现你这皮肤好像细腻了 是吗 哎 大姐夫 啊 你别说我发现你好像 怎么越来越修起来呢 是吗 嗯 哦 大姐夫 我发现了 你最近的声线呢 是越来越窄了 声音是越来越细了 是是是是 是吗 嗯 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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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妈你吓死我干啥呀你啊 大兵 我有点紧张 对呀 上医院看我 你俩回来吧 就你的情况上医院 你知道你挂哪吒吗 你咱这 哎呀 跟你们开个玩笑 爸 儿女的一份心意 淘在这儿的咱吃了吧 孩子们的孝心在那里啊 别舍不得 吃头 吃头 老板 老板 儿女人 剑 小范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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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